十部大型吊车每部吊车 坐成高十公尺高五公尺的炮塔镇 用最隆重盛大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 湖南神农大地祖庙圣驾 我们很感动 而且我们还没想到来到台湾 连老天都感动了 说明老祖宗确实是我们海峡两岸民众 共同信奉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觉得神农文化 它会通过我们这一次 神农大地祖庙的巡进赤湖活动 进一步推动两岸民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 进一步也通过这样一次祝福大家 在稍早为了迎接首度来台的 湖南神农大地祖庙圣驾 来自台湾各地十个宫庙 人数超过一百人的接驾队伍 挤满机场大厅 而作为第一站驻壁宫庙的三重鲜色宫 董事长李乾隆 兴奋之情更是异于言表 我们希望海峡两岸透过宗教文化的交流 更加深彼此的了解 促进两岸和平共存 这场为期十天的2015年新北市神农文化祭 也将在全国展开绕境祈福活动 希望透过两岸宗教交流的盛会 让两岸民众都能健康平安 记者杨世旭 陈桑仪新北市报导